你們好 就在不久前啊 6月16號晚上的時候 Aryn的頻道達到500訂閱了 耶~~~ 真的很開心 就是她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但是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們每一個的訂閱留言跟分享 特別是有一些我的觀眾 幾乎每一個影片都會留言的 蒼蘭哥毛巾還有方君姐姐 還有一些很常留言的你們 真的很感謝 然後蘆林跟湘齊是我高中時候的排球隊的朋友 我也是很感謝他們 就是在我一開始影片還做得爛爛的時候 就一直說很支持我這樣子 你們可能也看得出來 我的影片 我的頻道一開始也沒有很久 影片數量還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我嘗試用我做的影片的TAFE 在YouTube或在Google上面搜尋關鍵字 那那個結果不用說 都是在很後面很後面 在十幾頁以後的那一種 但是我也有聽到說 YouTube如果說這支影片 他可能一開始觀看數算沒有很多 但是他帶來的互動 像是按讚留言分享夠 就是多的話 YouTube他會把這個影片 視為一個比較好的影片 有機會就是排行慢慢往前慢慢往前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你們的每一個留言跟訂閱還有分享 都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你們的留言我也全部都會看 有留過眼的應該都知道 我幾乎都會回 其實我原本想要做500訂閱的QA影片 你看你們有沒有東西想要問我 然後我就放在便利商店影片的留言置頂 不過好像比較少人看到 所以沒有人回 不過沒關係 那我就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事情好了 我為什麼想要學韓文 其實我之前有分享一些在工作經驗上面的事情 那我會學韓文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在我前年開始工作之前 其實我一次也沒有來過韓國 小時候家族旅遊 就是常常去日本 也沒有很常啦 大概一兩次 然後想說換個地方想要去韓國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高中的時候吧 可是那時候剛好遇到了 跆拳道事件 所以後來我們家都 最後決定取消了 所以我一直到我畢業之後 都沒有來過韓國 所以我前年出差的時候是我第一次來 那當時我的公司 有一位韓國人的同事 貝斯在當地的 所以我來出差的時候 我講的英文 presentation或者什麼 其實幾乎都是靠他在翻譯 然後就有一點 覺得說啊這樣好像不行 開晚會啊吃飯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大家很high 也是講 也都是講韓文 那我感覺就很像是 反正大家聊得很開心啦 我就 改笑的時候跟著一起笑一下這樣 不過其實我的客人人真的很好 他們很體貼 大概三四十幾歲的男生 男生們這樣子 男性們 因為他們知道我聽不懂韓文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嘗試 用英文跟我聊聊天 但是 有時候是講 不是講整個句子 是講一個單詞 那 講單詞加上口音的關係 其實就聽不懂 每次出差回去 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下次 我一定要把韓文學好再來 我下次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跟他們說話 就是正常對話 至少 至少是在我們開完會之後的 就是簡單的聚餐的時間 我能讓他們很輕鬆的 可以跟我聊天 那 後面還有很多故事啦 不過我想說下次再講 我還不太確定 下次做感謝影片 大概是會在什麼時候 大概是 三千訂閱左右吧 那我的目標是 一週三個影片 然後我跟你們保證說 我一定會盡我最大的努力 做出我覺得有趣的 我覺得有意義的 或者是我關心的事物 就分享給你們 讓你們不要後悔 按下這個訂閱的按鈕這樣子 那一般我的影片 都是在晚上 大概晚上七八點 到半夜十二點一點 左右的這個時間發 因為我都是一做完之後 我就上傳 很熱騰騰的那一種 那我也其實我也很想問你們說 你們是看了Erin的哪一個影片 才決定訂閱的呢 整個就是很好奇 很想知道這樣 所以 如果 你特別有印象我的哪一個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一定會看 我一定會回 謝謝你們所有 曾經留過圓 愛過喜歡的每一個人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影片 請還是記得幫我在右下角 按個喜歡 並且留下你的comment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